第245章 刘婉儿 田大林夫妻送了三鸭来县城 因为三鸭有钥匙就直接进了屋 李桂花一进去就开始翻柜子 三鸭忙阻止她道 娘 大姐不喜欢别人乱翻她的东西 东西翻乱了 她会生气的李桂花嘟囔着道 臭毛病现在 越来越多虽然嘴里抱怨 但还是将柜子关上 不得不说 她现在还挺储田勺的 特别是板住脸时 她都不敢大声说话 等田勺回来 夫妻两人已经回去了 她奇怪地问道 爹娘怎么会一起来 二姐跟朱大梅姐一起进山了 所以爹送了柴火跟蔬菜来 娘说在家待着也没事 就跟住来了田勺很了解李桂花 闲着没事是假 想看我买了什么东西是真吧 不过她就那性子也懒得说 再过几天就要春更了 等后日回家后 你就别再来了 那你 得要怎么办 田勺早就想好了 我现在也不忙 可以自己熬的 你回去后不能放松了学习 一定要在明年拿到小学毕业证 三鸭犹豫了下道 大姐 要洗做饭还要念书 你这样会很累 不做饭 我在厂里吃就好 田勺说道 不忙的时候可以做下饭 忙起来懒得搞 三鸭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马上开春要下地干活赚公分 不去赚公分家里粮食不够吃的 本来也只是勉强够 但现在多了一张嘴 还是得省住点来 第二天田勺到办公室 就看见一个扎住麻花辫 长相俏丽的年轻姑娘正在拖地 田勺笑着说道 你好 我是田勺 你是新来的初纳吧 这姑娘笑着道 是 我叫刘婉儿 新来的初纳 田勺笑着说了一句 辛苦就走向自己位置 看出东西动过后皱了下眉头 刚来想表现很正常 但怎么能乱动别人办公桌上的东西呢 心里不高兴 但也没说什么 刘婉儿见他这般冷淡 心里有些担心 若都跟他一样 以后可就不好处了 过了一会 孟阳跟赵小柔都来了 孟阳看到自己的桌子被人擦过 知道是刘婉儿干的 有些受宠若惊 柳出纳 谢谢你啊 刘婉儿很客气地表示 同事之间要互相帮助 田勺觉得这姑娘很会来世 不过还好 聪明的总比搬弄是非的强 赵小柔跟田勺一样 不喜欢被人动他的东西 知道是刘婉儿擦的桌子很生气 谁让你胡乱动我的东西 你擦什么桌子 我叫你擦了吗 刘婉儿有些慌乱 眼眶中泪水打转转 对不起小柔姐 我不知道 我 我以后再不会了 孟阳看不过眼 小声说道 赵快记 柳出纳也不是故意的 就算了 赵小柔直接开喷 孟阳 用不住你来这儿做好人 自己都一堆烂事 管好自得的事 再说孟阳不敢再求情了 刘婉儿忙说道 小柔姐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你放心 我以后打扫卫生 不会再碰你的东西了 赵小柔不喜欢他这般叫 面无表情道 我跟你 不熟 以后跟他们一样 叫我赵快记 填少也差了一句话 柳出纳 办公室的卫生 我们都是轮番做的 今天你头天来不知道 以后轮到哪 你实在做 他可不想听到别人说 他们欺负新人 在这办公室天天打扫 根本不脏 刘婉儿擦了眼泪 小声说道 我知道了填快记临近下班 刘婉儿主动跟三个人说 可以帮他们打饭 赵小柔旁若没听到她的话 拿了包就出去 连个眼神都没给她 至于填勺要回去吃饭 字不可能硬 而孟阳要避嫌 也婉言拒绝了 刘婉儿难受地 捧着饭盒出去了 看着她落寞的身影 孟阳有些于心不忍 与填少小声说道 填快记 柳出纳刚来许多事都不懂 你就多多帮衬她一些 填勺翻了的白眼 这小子竟还怜香西域 你可是有对象的人 行事还是多注意分寸 孟阳神色一顿 说道 我昨日下班去找他了 说我们不合适 不跟他处了 他同意了 只是要我赔偿他一百块钱 还没过门 就挠花儿子的脸 这样的母老虎 他们家哪敢要 他爸妈知道 也支持分手 你不会同意了 孟阳摇头道 没有 我妈知道以后非常生气 今天一大早就他家了 说要将我送他的东西 要回来填勺时知道梦 阳的对象索要了不少礼物 他笑着问道 送都送了 还怎么要回来 孟阳笑着道 票据我都留着呢 若是一二十块也就算了 但这两个多月 他花了我小两百了 这些钱可都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送礼物留着发票 这操作真骚 亏得他觉得孟阳是冤大头 现在发现小丑竟是自己 田勺午饭后回了办公室 看到刘婉儿跟孟阳两人有说有笑 只是等他一进去 刘婉儿眼神有些慌乱 解释道 田会计 我是有些问题不明白 问孟会计田勺点了下头 就坐回自己位置上盲开了 只要不干扰到他 是请教问题 还是聊天 他都不在意 对无关紧要的人跟识 他是不会花费时间跟精力的 刘婉儿看他神色冷淡提着心 就这态度想要交好 怕是难了 哎 现在只希望别为难自己 下班后 田勺直接与三鸭回去 这次两人刚出了县城 就碰到了田玲玲 她也回家 说起来 在路上碰到田坚乐的频率 都比这姑娘多 田玲玲看住田勺背住的贝罗 笑容满面地说道 大鸭 我帮你将贝罗带回去吧 田勺婉言拒绝了 说道 我这里没什么东西 就不麻烦你了 看住她的背影 三鸭困惑地说道 大姐 我怎么觉得田玲玲 这模样不对劲 当然不对劲了 脸上那遮挡不住的笑意 这姑娘绝对是谈恋爱了 不过这年代 姑娘十七八岁结婚的 比比皆是 田玲玲现在谈个对象也正常 反倒是她这种 不愿处对象的 在众人眼中 是个稀奇动物 田勺没跟三鸭说 只是道 莫管别人的闲事 也盯着二鸭跟四鸭 别让他们学村里人 嚼舌跟头 三鸭笑着说道 四鸭现在放学回来 就在家里干活 干完活写作业 可乖了 田勺惊讶不已 这是太阳打戏便出来了 一问才知道 是六鸭安排的 家务是三个人平分 干完就写作业 若是四鸭作业没写好 晚上只能吃饭 不许吃菜 田大林 现在很注重孩子的学业 觉得六鸭这个提议很好 四鸭在吃了两顿干饭以后 作业就不敢再瞎写了 三鸭抿着嘴 笑着道 四鸭说 六鸭跟个婉娘似的 田勺哈哈大笑 这丫头也算是遇见了克星 第246章田老太太的改变 婉霞慢慢地缩小 颜色也越来越浅 紫红变成了深红 深红变成了粉红 粉红又变成了淡红 最后慢慢消失 田勺看住天空的变化 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 虽然这里物资匮乏 娱乐也少 却能让他沉下心来工作与学习 以及欣赏这些美丽的风景 不像前世的自己 太过浮躁了 在天黑之前 两人回到家里 因为田勺习惯星期天回家 所以并没煮他们的饭 田勺也不想折腾 说道 随便弄点吃的就好 李桂花印下后接了杯篓去 发现轻飘飘的很是失望 你这次去省城没买点东西 田勺示意他跟田大林进屋后 才与两人说道 买了 买了点人参跟陆绒 不过陆绒是大补之物 爹现在的情况 你个一天炖一点给他吃 夫妻两人 炖食坐不住了 这两样都是价值昂贵的东西 人参跟陆绒都已经切成一片片 非常的薄 李桂花吃过人参 但陆绒还是头刺剑 他拿起一片看了下 毛绒绒还挺好看的 六丫身体差 能否给他吃点田勺摇头道 娘 小孩子不能吃陆绒 一不小心会烧坏脑子的 六丫他们年岁小 食补就够 不要要补李桂花 立即打消了这心思 看住两小包东西 有些心疼 这得多少钱啊 田勺笑着说道 加上药费花了一百多 钱不够还跟爱华姐借了点 不过这陆绒 若不是爱华姐堂妹跟住去 人家还不会卖给我们 什么时候都不缺有钱人 都知道陆绒是好东西 有权有势的人碰到也会买了囤起来 娘 这是你千万别说出去 省得有人眼红给咱们使怀田勺说道 其实这次人生跟陆绒只带回来一半 田妻都没拿回来 不是留着自己吃 而是要送人 李桂花点头道 我知道 这事我谁都不会说 就连你外婆也不告诉吃完饭 田大林与田勺说道 大鸭 你奶奶的病已经好了 他说让你回来后去老宅一趟 他有话要跟我们说 有说叫我们过去做什么吗 田大林摇头道 没有 不过二叔公跟他谈过以后 他就再没叫住 要我们去照顾了 我想 你说的那些话 他应该是听进去了 田勺有些不相信 有些思想根深蒂固 不可能三言两语就改变的 不过或许是怕了 想着为将来打算了 李桂花幸灾乐祸道 大鸭 你奶奶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她以前在你二叔家 洗衣做饭 打扫院落 一手抓 可这次病好以后 什么都不干 就等住吃 要是饭做晚了 她就在院子里骂 徐昭帝这些天 一直在跟人诉苦 田勺觉得有意思 说道 那明日去老宅那边看看吧 第二天吃过早饭 田勺跟住田大林两人 去了老宅 来到这儿 大半年了 田勺还是第一次 去的老宅 站在外头 田勺就明白 为何李桂花期不平了 因为老宅是青砖大瓦房 就算平分 也该有三分之一 可现在连一块砖头都没有 徐昭帝看住两人 阴阳怪气地说道 哟 大哥 你竟然带着大鸭过来 金二哥太阳 真是打戏便出来了 田勺笑咪咪道 二婶 我记得当初咱们打过 赌 我若考不上纺织场 就给你两斤大白兔奶糖 若是我考上了 你当住全村人的面吃屎 二婶 这都半年过去了 你什么时候兑现自己的诺言啊 徐昭帝觉得大鸭现在难缠得很 总能笑着赌的让你说不出来 田二婶怒斥道 大鸭 这也是念了书的人 就这么跟长辈说话 田勺也没生气 但笑道 二叔 你这么会教孩子 为何三立还会将奶奶推倒 摔伤了腰 田二婶脸一下轻了 田大鸭冷哼一声说道 自个将孩子教的这副德性 也不知道你哪来的脸好大鸭 赶紧让开 再不让开 我抽你现在这满村的 人谁知道 他家大鸭能干又孝顺 让他们夫妻年纪轻轻就享福 可以说 大鸭现在是他的骄傲 田二婶想着最近态度大变的老娘 不想让他们进去 但田大鸭一副要干架的样子 要拦着真会动手的 到时候闹到长辈面前 理亏的也是他 进了田老太太的屋 田勺直接捂住鼻子 他可不是委屈自己的人 奶奶 你这屋子会太大了 有什么话去院子里说吧 都不等田老太太开口 他转身静止走了出去 田老太太看他这般不尊重自己 很生气 只是田大鸭不管他知道骂也没用 大力 你去将你二叔公跟三叔他们都叫来 还有 将老三两口子也叫来 田二龄有些紧张 娘 你要做什么 田老太太看住自己最疼爱的儿子 叹了一口气道 等你二叔公跟三叔来了 你自然知道了 二叔公跟三叔等几个长辈都来了 而田三龄跟马小梅是最后来的 见人都到齐了 田老太太说了自己的目的 她不要养老梁跟前 决定以后每个儿子家住四个月 都不用田勺开口 田大鸭就直接拒绝了 娘 养老前跟梁我不会少了你 但住到我们家是不可能 桂花不可能同意的该有的孝敬不会 少 但老娘一旦住到家里肯定会闹得鸡犬不宁 别说妻子了 怕女儿都不乐意回家了 现在日子挺好 她不想有任何的变故 二叔公敲了下手中的拐杖说道 大林她娘 你若再这样胡搅蛮缠 以后你的事我们再不管了 若是以前这话 田老太太是听不进去的 但卧床 这一个月她也怕了 田老太太退了一步 说道 我现在还能动 可以补住你们各家去 不过养老前跟梁是得加 以后我单独开伙 徐昭地急了 说道 娘 你这是做什么 田老太太抓了桌子上祸口的碗 砸向徐昭地 打得很准砸中额头 打完人 她又看向田大林道 我声扬你们一场 以后我动不了了 你们必须借我回去轮番照顾 田大林说不出拒绝的话 老太太身体没问题 她可以不管 但若动不了躺在床上 她做不到不闻不问 田勺没有推托 说道 可以 但必须重新分家 我们也不多要 六间屋我们家两间 另外二叔三叔分家时 各得了160块钱 这笔钱不能少了我们的 没道理 好处二叔跟三叔得了去 就要我爹跟住 承担一样的义务跟责任 田老太太脸都黑了 最后二叔公拍板 田大林指出养老前跟粮食 以后田老太太动不了 由田二林跟田三林照顾 第247章说漏嘴 李爱华有个从小一起玩的好朋友 冯娟 不过这姑娘现在在印刷厂车间工作 因为她去年三月就结婚了 忙于工作与家庭 所以这半年多走动的比较少 冯娟请李爱华看电影 在去电影院的路上 她笑着说道 什么时候将你的对象叫出来 给我见一见啊 李爱华摇摇头说道 她最近在办一个案子 忙得都不见人影了 等过些日子吧 两人看完电影 冯娟问道 那田勺呢 什么时候介绍给我认识下李爱华 婉言拒绝 田勺每天忙于工作学习 以及写书 压根没时间交朋友 作为好姐妹 李爱华也不想用无谓的事 占用她的时间 冯娟闻言叹了一口气说道 爱华 你知道的 我小叔子还没说清 我婆婆最近求人给她介绍 有人跟她说起了田勺 她听了就上了心 爱华 你能不能帮个忙 将田勺介绍给我小叔子啊 李爱华心头不悦 还许久没见很想她请她看电影 原来是打田勺的主意呢 她一口回绝 这事我帮不了 小勺现在一心扑在学业上 三年之内不会处对象 冯娟见她不高兴 苦笑一声说道 爱华 这是我婆婆的意思 我也没有办法 爱华 我小叔子长得一表人才 又在水利工程局工作 也不算埋没了她 爱华 你就让两人见一面说不准 就看对眼了 顿了 下 她又道 要是没看对眼 我婆婆也不会怪我 办事不利了 爱华 我进门一年多没怀上 我婆婆现在对我横挑鼻子 竖挑眼 你就帮帮我 说这话的时候 她眼眶都通红 看她这样 李爱华也很难受 只是还是摇头拒绝了 不是我不帮你 而是小勺眼光高 一般人入不了她的眼 之前我爸给她做的介绍 她都没看上 未维护堂弟的名声 李爱华 引去了她的名字没说 反正冯娟也不可能 找她爸求证 冯娟吃了一惊 说道 你是不是说错了 是伯母给做的介绍 田勺没相中吧 李爱华笑着说道 不是 我妈知道 她一心在学业上 没起过这心思 是我爸想给 战友的儿子做介绍 可惜没成 冯娟心思一转 问道 你爸战友的儿子 是什么条件 若是比我小叔子 条件还好 我婆婆知道 也不会责怪我了 李爱华对李富的 战友了解甚深 随口说了一个 在区里的财政局工作 对方长得的 高大样貌也不差 只是田勺现在 不想处对象 所以没成 冯娟听了故意说道 区里的财政局 工作都看不上 她到底想要找 什么样的 难不成 还想省里的不成 就是她想 也得人家看得上嘛 李爱华听到这话 很不高兴 说道 省里工作的又如何 田勺那么优秀 既拿工资又赚稿费 还不稀罕他们呢 冯娟立即 抓住了关键词言 稿费 你是说田勺 还写文章投稿 李爱华这才发现 自己说漏了嘴 她可是答应田勺 不将这事说出去 哎 怎么就管不住嘴呢 冯娟极有眼色 看她这神情笑着赞叹道 爱华 没想到田勺这般有才 莫怪连你爸战友的儿子 都看不上 李爱华纠正他的话 小勺不是看不上 我爸战友儿子 是他现在 没处对象的心思 还有 这是你别说出去 小勺不希望太多人知道 冯娟闪烁出 八卦的目光 问道 爱华 这投稿赚稿费是好事 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 难道有什么剑步的光 李爱华文言心头很不舒服 说道 什么叫剑步的光 小勺只是不想太高调 若让人知道 肯定会有许多人来作媒 他现在只想学习 不想被外界所干扰 见他答应了 李爱华就道 我还有事 今天就不跟你一起看电影了 冯娟前脚跟李爱华保证说 会保密不告诉任何人 后脚就僵 这事传了出去 每两天 整个纺织厂的人都知道 田勺写的文章出彩 赚了稿费 周二上班的时候 何国庆叫了田勺 进办公室问道 小田啊 你的文章都登报了 这么大的事 怎么能瞒着呢 田勺有些蒙圈 说道 科长 什么 文章登报 见他神情不似座尾 何国庆道 我听说 你写了好几篇文章都登报了 而且还赚取了不菲的稿费 这是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难道是假的 田勺心头一领 摇头说道 没有的事 我不知道是谁在胡编乱造 但我真没向报社投过文章 何国庆有些失望 还以为田勺 的文章被报社选中录用了 还想问写的什么文章 田勺沉思了下 说道 科长 我没向报社投过稿 但却写了一本书投给了出版社 何国庆看住他疑惑地问道 书 你出书了 不怪这般惊讶 现在市面上没有娱乐方面的书 出版社也就回出宣传或者专业方面的书 田勺点头道 科长 我写的是孩子看的书 小人书 上次去看病顺道去了一趟出版社 运气好在出版社碰到了熟人 他帮我引荐给了出版社的旁社长 第一本已经出版 第二天还在印刷 第三本在校对何国庆觉得有些玄幻 小人书 还三本 你这书叫什么名字 小英雄阿勇 是讲打鬼子的故事 我也是看了两部电影突发的灵感 何国庆看住他 忍不住问道 你既要上班又要自学高中课程 哪还有时间写小人书 田勺不好意思地说道 上班不忙的时候 我就会在琢磨故事情节 在家看书累了 我就会画各种插图 当是换换脑子了 向他看书累了都是 休息一会或者出门走走放空自己 绝对不会是绘画来换脑子 不过想着田勺这脑子 何国庆觉得干出啥都不稀奇了 你去工作吧 就在田勺转身的时候 何国庆又将他叫住 你在省城碰到的熟人是谁啊 据他所知 田勺一家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县城都没几家亲戚 省城更不可能了 对方能认识旁社长那样的人 可见来头不小 他担心对方帮田勺有所图 小姑娘没见过世面 很容易被人哄骗了去 田勺笑着说道 是爱华姐对象的战友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那他结婚没有 若是结婚了 他要联系你 可别搭理田勺心头一满 笑着道 没结婚 不过有未婚妻 科长 他看了我的小人书 觉得有趣 才帮助推荐的 是个好人 听到是赵康的战友 他就放心了 第248章激励里乔 和科长问了以后 孟阳趁着两位领导出去的空档 也问了田勺这件事 不仅刘婉儿 就是赵小柔 多一脸好奇地看住他 等他解释 田勺很无奈 江宇和科长说的话 又复述了一遍 也不知道是谁大嘴巴 将此事说出去 接下来一段时间 将不得安宁了 孟阳夸赞道 能写出小人书 也很厉害了 我小时候最喜欢 看小人书了 只可惜我爸说 玩物丧志 不许我看 还没收了 我的小人书田 勺笑着说道 我这小人书是写杀鬼子的 只要不带去学堂 在课堂上看 大人应该不会没收田勺诀的 孟阳的爸爸 看了自己的小人书 说不准也会喜欢 搞不好还会收藏 孟阳很识趣地说道 等下班后 我去书店看看 若是由我买回家看 田勺也没谦虚 说道 我这小人书是一个系列的 你看了以后 不许来问我后续的情节 问了我也不会说 一个系列的 这是什么意思 田勺解释道 就是阿勇经历的 一个一个危险 具体的不告诉你 剧透了你再看就没意思了 这倒是勾起了 孟阳的好奇心来 准备下班去书店买来看 刘婉儿一脸羡慕的羡慕 田快记 你一口气出版三本书 赚了很多稿费吧 田勺含糊地说道 也不多 拿了一百块钱 他只说拿了一百块钱 没说稿费只有一百块 这也算是钻空子了 一百块听着多 但也就他三个月的工资 众人知道也不会太眼红 可若是知道拿板税稿费 源源不断 肯定会遭人嫉恨了 唉 说起来还是太渺小 没靠山 若是像赵小柔那样 还怕啥啊 刘婉儿张大嘴巴道 一百块 这么多啊 要知道他现在 实习期工资十八块 等转正以后才二十四 出去开销 一年都未必攒得下 这么多的钱 田勺摇头道 听着多 但实际一点都不精化 这次去省城看病抓药 就花了八十多 再有往返车票 跟住宿费 一百块钱都不够 赵小柔忍不住 看了他一眼 吃药的事跟谁都说 可真是百无禁忌 刘婉儿也知道 田勺每天都在吃药 只是以前不好问 怕他不高兴 他试探性地问道 田快记 你这得的什么病 怎么要吃这么贵的药 小日子疼得厉害 吃药调理刘婉儿没再问了 田勺中午要回去熬药 他打完饭就回租房去了 因为等会还有事要办 所以急了李爱华的自行车 李爱华将钥匙给了他 试探性地说道 我爸经常出差 那辆自行车用不上 你若不嫌弃 就给你用田勺断然拒绝 他手头有自行车票 只要攒够了钱就可以买了 这个答案在李爱华的预料之中 他说道 田勺 你这枚自行车是真的不方便 反正你也不求好看 新的你暂时买不起 可以买一辆旧的 他不是买不起 而是钱和票没过 名录不好拿出来 他委婉地说道 现在二手自行车也不好买 还是等我攒够了钱买一辆新的 李爱华的意思是先买一辆二手的用 等攒够钱弄到票再买新的 你看你 不说每天中午回租房 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 就说你回家也不方便 田勺倒是有些意识 不过很快摇头道 算了 走一走也挺好 锻炼身体 李爱华笑着说道 我知道你怕麻烦我 但咱姐妹之间说这个太客套了 你放心 我不跟我爸妈说 我让赵康想办法 好了 咱就这么说定了 我晚上跟赵康说 田勺也没在扭念 硬了下来 回到租房 田勺熬好药后 又骑着自行车去了图书馆 他看到李乔 将东西取下来后说道 李老师 我来换书 田 勺现在可以寄两本书 不过他还是一本一本的借 这样也有理由来图书馆了 李乔文言皱着眉头道 你就看完了 田勺 贪多嚼不烂 你的将书本上的知识点 吸收了才行 田勺笑着说道 李老师放心 重点部分我都记下来了 以后只要时不时温习就好了 挑好书 在李乔登记的时候 田勺扫了下周边 发现没人就将一包东西塞到柜子下 老师 这是我买的田七跟人参 田七已经磨成了粉 人参也切成片 你每日要坚持吃啊 李乔板住脸道 你 这是做什么 田勺说道 李老师 领袖都说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只有身体好了以后 你才能继续为咱们国家的教育事业 发光发热 李老师 你胃不好 田七可以养胃的 至于人参片 等田七吃完了 你再泡身茶喝 李乔看住一屋子的书 面色颓然 他现在只能与书未办 去哪发光发热 田勺看他这样 纠结了下 还是压低声音说道 老师 我们纺织厂的机器坏了 去里的技术人员都不行 得去省理请专家来 可省理专家才那么几个人 哪里忙得过来 老师 国家要发展 肯定得培养人才 可是人才从哪里来呢 那些个工农兵大学毕业的 十个有六七个是草包 只靠不了他们不否认 工农兵大学毕业的 也有优秀的 但占比太小了 若不是看李乔一直消沉 田勺也不会说这么多了 李乔眼睛亮的吓人 以蚊子式的声音问道 这些话是谁跟你说的 田勺摇头道 没人跟我说 我们场定了许多报纸 我每天都会看 老师 从报纸上的信息 足以看出国家 现在人才紧缺 所以老师 你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等待那一日的来临 为了激励李乔振作起来 田勺又说道 老师 我 每天工作之余 还自学高中课程 其实是在为这一日准备 李乔心头震动 田勺一个孩子 都有这个信念 他怎么能连个孩子都不如 他收下了田七跟人参 温和地说道 小勺 那你要好好学 田勺不好意思道 老师 若是可以 我希望你能给我多出点题 这样我能更好地掌握 好第249章 人怕出名 猪怕状 得了李乔的承诺 田勺心情愉快地回了工厂 没想到一上班 宣传科的楼副科长就过来了 说想让他帮常理 写一篇宣传稿 田勺表示 自己不会写宣传稿 楼科长 我真的不会写 你就别为难我了 楼科长压根 不信 说道 你连书都会写 怎么可能连一篇宣传稿都写不了 小田啊 你也是厂里的一份子 现在请你写一篇宣传稿 宣扬下我们厂 怎么还推三组四的 这话说的 好像田勺不写宣传稿就是不 爱厂不重视 集体荣誉似的 田勺也不是软世子 直言不讳地说道 楼科长 若我是宣传科的这是义不容辞 但我是财务科的 做账制表才是我的本质工作这话 就差直接骂宣传科的都是吃干饭的 不做好自己本质工作来逼迫他一个外行 楼副科长脸上挂不住了 扭头离开了 刘婉儿觉得他不该得罪领导 哪怕不是自己科室的也 他好心提醒道 田会计 楼副科长请你写一篇宣传稿 也是知道你有文采 而且这也是未尝 增光天才的事 做好了 厂里领导也会夸赞你 田巢觉得他真的站住说话不要疼 说道 我没写过宣传稿 而且我也没那么多时间 刘婉儿说道 写一篇宣传稿需要费什么时间啊 田巢看他说得如此轻松 反唇相机 你既觉得写宣传稿容易 那你写呗 又没人拉着你 宣传稿也分狠 多种 宣传工人 领导还是厂里的风气面貌 而这种写实的东西 必须去采访调查 不能有一点错 他能写 但不愿费这个时间跟精力 当然 主要是免费 若是能给报酬或许会考虑 不可否认 许多人将厂子当自己家的 会不计得失 但对田巢来说 这只是一份工作 养家糊口的工作 没有报酬做杨白劳 他是不干的 刘婉儿与杰 他若有这个才能 还会在这做出纳 早进了宣传科了 下班以后 李爱华来找田巢说 妇女主任曹大姐 想找他写一篇稿子 田巢 咱们场不少女工 在婆家被欺负 上个星期 有个女工被打得住院 曹大姐去看望的时候 她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的 田巢 曹大姐希望 你能帮着写一篇稿子 劝劝这些女工站起来 田巢想也不想就到 爱华姐 你应该知道 我现在很忙 根本没时间帮人写文章 而且我中午才拒绝宣传科 若是为妇联写稿 岂不是将宣传科得罪了 而且一旦开了这个口子 其他科士请帮忙 帮还是 不帮 帮 耗费他大量的时间跟精力 要帮一个不帮一个 更是得罪人 还不如都不写 李爱华并不知道此事 这样啊 那我替你回绝了 田巢也可怜那些被欺凌的女人 力所能及内 也愿意帮下他们 爱华姐 其实这稿子你可以写 或者去劝说这些人 我 我不行的田巢与他出主意 说道 没做怎么知道不行 再说 你上次不是做得很好吗 李爱华犹豫了下问道 我不知道怎么写啊 田巢想了下说道 第一步 先找出这些女人 不敢反抗的原因 有的是被打怕了 不敢反抗 有的是自小逆来顺受习惯了 有的是觉得离婚丢脸 想着大家都这么过来 咬咬牙也能过 还有一大部分是顾忌着孩子 离婚怕孩子被人嘲笑 相对农村的女人 纺织厂的女工 其实自由度更高 毕竟在农村 若是离婚 娘家人不同意 就无处可去 但工厂里的员工 有工作 哪怕娘家人不同意 也能养活自己跟孩子 只是会过得比较艰难而已 李爱华认真地听 听完后道 那该怎么劝他们呢 田巢觉得 像被打怕了 已经逆来顺受这两种 想劝服非常难 但后面两种 只要用对了方法 能改变他们的想法 他想了下说道 觉得离婚丢脸的 你们多跟他讲一讲 二婚的成功案例 再不行 不嫁人 也可以过得很滋润的 有孩子的 要让他们知道 孩子常年生活在 暴力的环境中 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比如胆小切入 或者脾气暴躁爱打人 李爱华学着田巢 拿了纸笔将这些记下来 然后问道 小巢 你为什么会懂这么多 听得多了 看得多了 懂得自然也就多了 聊完这件事 田巢问道 爱华姐 这次的事很怪异 我们从省城回来 才几天时间 怎么大家都知道 我写书并且还出版了呢 李二叔一家都在省城 知道这事 最多跟李弗里姆说 不可能大肆 跟亲戚朋友去说 毕竟他只是个 外人夸赞两句 就到顶了 而牛大美承诺过 他不会说不出去 并且回来后的第二天 就进山了 李爱华跟赵康两人 他也是信得过的 李爱华听到这话 想起周日的事 皱着眉头说道 小巢 周日我以前的朋友冯娟 请我看电影 在路上不小心说漏了嘴 你说 会不会是他说出去的 田巢之前提过冯娟 不过因为忙并没见过 他不是结婚了吗 哪有时间陪你看电影 李爱华 猝住眉头说道 看电影是 借口 他婆婆听人说起你 觉得你很好 知道他跟我关系好 就想让我帮忙牵线 我给拒了 然后他不放弃 一直说 我就不小心说漏嘴了 我还叮嘱他 别将我的事说出去呢 怎么这么不靠谱 这事田巢也知道 瞒不了多久 却没想到 是以这种方式泄露出去的 田巢心头一动 问道 你与他认识这么多年 有没有说过 以后要找什么样的对象 比如样貌啊 脾性啊 这些李爱华想也不想就到 以前我们 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的 他跟我说 以后要找个家是好的 我说要找个俊俏体贴的 田巢直接问道 这些话 除了跟 冯娟说过外 还跟谁说过 他知道严耀宗的事 对李爱华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怕触碰到他的伤口 并没问过这些事 但现在他与赵康感情稳定 问这些也没关系了 老话说得好 忘掉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 就就开始另一段感情 这话挺适合李爱华的 李爱华知道他要问什么 我妈之前也问过我这话 我也都说了 并没查出来什么 第二百五十张香波波 事情传得很快 每两天 沈老太太都知道了 沈老太太看田巢捧住书 在那儿熬药 走上前问道 小巢啊 我听说你出了书 赚了老多的稿费 田巢暗叹 小城内的消息 传播速度并不亚于 后世各种社交软件 侥幸出版了三本书 也赚了一点稿费 不过去一趟省城 都花得精光了 沈老太太搬了矮凳 坐在他旁边 说道 你这样又不用天天吃 可稿费 只要你写了书就有 小巢啊 你跟沈奶奶说 你准备找个什么样的对象 田巢还是以养家 委婉拒绝了 沈老太太说道 若是人家 愿意跟你一起 供养你父母跟妹妹呢 田巢很不客气地说道 沈奶奶 什么叫跟我一起 供养我父母跟妹妹 我自己就养得起 为什么要成这种 莫名其妙的恩情 这要真答应以后 吵架或者闹矛盾 对方说帮我养了 父母跟妹妹 我还得矮他们一个头 这算盘打得真惊了 不用想也 知道 老太太肯定是帮人来叹话了 不然好端端地问这个干啥 沈老太太语色了 田巢又道 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 好好进步 至于处对象的事 三四年后再说吧 而且就是要找对象 我也要找个能力比我强 赚钱比我多的 恩 还要长得俊俏 家是好的 只第一个条件 就刷掉了大部分人 再加上后面两个 所剩无几了 沈老太太觉得 她的要求太高了 好心提醒道 小巢啊 可不能好高骛远 你这样的要求 以后很难找着对象的 不可否认 田巢条件是很好 但他家太穷了 底下还有那么多的脱油瓶 田巢不在意地说道 永宁县没有 省城总该有 要运气不好 实在找不住 就安安心心写书 反正我是宁愿做老姑娘 也不找个比自己差的这 天没法疗了 让田巢没想到的是 周五上班时 有个双手插在兜里 霹雳脾气的年轻男子 拦了他的去路 小田同志你好 我是第五车间的于波 很高兴认识你 田巢脸上没了笑容 问道 有什么事吗 于波从兜里 拿出两张电影票 满脸笑意的地 给田巢说道 小田同志 我想邀请你看电影 希望你能答应 就这么一会 周边为了许多人 跟在于波身旁的人 起哄道 田会计 答应于组长吧 田巢知道 若是客客气气 以后这样的 是会不断 所以他直接开骂 你是不是有病 有病就去看医生 淤波脸上的笑容 瞬间僵住了 场面也一下安静下来 田巢环顾了下 看热闹的人 黑着脸说道 我很忙 不要浪费我时间 若下次再赶拦我的路 我不会客气 他可不是吓唬这些人 若是 再赶来骚扰他 会直接动手 什么玩意 都不认识就邀他来看电影 当他是厂子的儿子 当然 就是厂子儿子 他也看不上 等田巢走进办公楼 不知道谁爱了声道 是谁说田会计 温柔可人 这分明就是一只小辣椒啊 郁波扬声说道 小辣椒虽然呛人 但 各位 今天老子就在这儿放话了 我一定要将这丫头 追到手 众人跟住起哄 还是保安过来 将人驱散开 刘婉儿看住田巢黑住脸 小心翼翼地问道 田会计 你这是怎么了 田巢将包挂在椅子上 冷冷地说道 没怎么 碰到个脑子有病的 中午的时候 李爱华就问了田巢 我听说早上 御波邀你看电影 你不仅没答应 还骂了他一顿 是不是真的 怎么 你认识他 李爱华无奈道 御波啊 也只有你这种书呆子 才不认识 小巢 这鱼波是厂里最有名的混子刺头 他结交了一群狐朋狗友 明里暗里不知道 占了多少女员工的便宜 小巢 这人非常好面子 你这么落他的面子 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什么背景 李爱华说道 他爸当年 为救徐厂长没了命 所以只要不是太过分 领导都睁只眼 闭只眼不管 不过你也别怕 不行 我与赵康陪你上下班 田巢都后悔 只骂人没动手了 什么玩意 他若敢来 骚扰我 我就去告他 他觉得有工作的人 行事应该不敢出格 不过防备万一下了班 他就去供销社 想买下匕首 可惜供销社只有菜刀 没有他要的东西 田巢想了下 去公安找赵康 请他帮忙 找寻一件 衬手的防身之物 赵康听了田巢 买防身之物的理由 不由仔细打量了下 洁白无瑕的脸庞 苗条的身段 哪怕穿的朴素 长长的刘海遮挡额头 也无法掩盖住他的美貌了 小田 消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知道是李爱华说漏嘴 赵康很惭愧 小田 对不起啊 爱华他给你惹麻烦了 田巢摇头道 冯娟是他多年的朋友 又是有心算计无心 再者此事 也瞒不了太久的 赵康 县城治安一直都很好 只是我有些不踏实 就想随身携带件防身之物 你想要什么 样的防身之物 田巢想要能放胯包里的 那种短笔 我这也是防备万一 没事绝不会用赵康 知道他是个有分寸的人 而且像他这种没背景 又长得漂亮 还会赚钱的小姑娘 确实是许多人 觊觎的目标 他点头道 等我寻到了 就让爱华交给你 田巢立即摇头道 不行 不能让爱华姐知道 他胆子小 别吓着他赵康看 他平静的神色 问道 你就一点都不怕 田巢反问道 怕有用吗 赵康语色 怕确实没用 但这是人的自然反应 不过想着他走到这一步 都是靠自己 也确实是胆色过人 那行 到时候我拿点你 田巢到了谢后 就走了 等他转过身 就有同事凑过来 贼嘻嘻地问道 赵康 这姑娘是谁 有对象没有 若是没对象 介绍给兄弟我了 赵康一点都不客气的 说道 她是我对象的好姐妹 现在没对象 不过他要求高 你达不到他的要求 还别说 田巢的条件 好像是为自个战友 量身打造 听到田巢提的三个条件 他同事瞬间演起息鼓了 第二百五十一章无赖 田巢下班回租房的路上 突然听到口哨声 他头都不回 继续走路 田巢 田巢转过头来看是淤波 他神色冷淡地说道 你若再骚扰我 我就去公安告你耍流氓 淤波脸上露出皮皮的笑容 说道 我可没耍流氓 我是真心实意 想跟你处对象的 田会计 还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田巢一脸厌恶道 我不明白 你 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 哪来的脸 觉得我会跟你处对象 玉波也没生气 仍笑嘻嘻地说道 我小学是没毕业 但我拿的工资 并不比你少 而且我家除了现在住的 还有四间房 只要你愿意跟我处对象 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田巢觉得跟这种人说话 纯粹是浪费时间 转身离开了 玉波冲到前头 拦住了田巢的去路 说道 田快计 田巢瞅着对面 有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所以并没动手打他 而是大喊起来 救命啊 耍流氓了 救命啊 对面两个大男人 一听立即冲了过来 将玉波钳制住 其中个头高的大哥 踢了玉波一脚后 骂倒 吃了雄心豹子胆 大庭广众之下 竟敢调戏人家姑娘 走 送他去公安 玉波一听立即喊道 不是 这是我对象 我刚惹他生气 胡乱喊的两男人 迟疑地看住田巢 若是储对象这样喊 就太过分了 田巢听到这话 三步并成两步 走上去 先是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 然后再一脚踹他下三路 玉波退了一步 没踹着 田巢恶狠狠地骂道 你个臭流氓 谁跟你处对象 玉波觉得 这哪是小辣椒 分明是个泼妇 都后悔自己 为啥被人挑唆 来招惹他 打完了 田巢才等两个大哥道 我跟他是一个场理的 他想跟我处对象 但我瞧不上他拒绝了 他不甘心 就在半路上调戏我 两位大哥 还请麻烦你们 将他送去公安 两位大哥听到这话 立即将玉波扭送到公安 路上 玉波先是跟田巢说好话 后来又开始骂 见他软硬不吃 就恐吓起来 臭娘们 我告诉我 我爹可是救过厂长的 你若是将我送进公安局 到时候 我让厂长开除你 两个男子 互相对望了一眼 其中个头高的 跟田巢说道 小姑娘 你看要不要再考虑下 田巢吃笑道 哥 你别听他胡言乱语 我又没犯错 厂长也不能开除 我个头高的男子 觉得他太想当然了 厂长要开个人 还不容易 只要他漏了个意思 自有人替他办好 小姑娘 他若诚心实意地跟你道歉 这事就算了吧 没了工作 你以后拿什么生活 田巢还真不怕 说道 大哥放心 没访之长的 工作 我还可以写书养活自己 徐厂长怎么可能 为了这么个烂人 开除他 名声还要不要了 不过碍于 御波父亲的救命之恩 他肯定会想要 大事化小 小事化小了 矮哥的大哥 想起昨日办公室 大姐说的八卦消息 试探性地问道 你就是田巢 纺织厂 会计 写书 完全对得上 对 是我知道他的身份 两个男人再没迟疑 将御波送到了公安局 不仅如此 他们还跟公安 还讲了御波威逼 恐吓田巢的事 有了他们的证词 御波立即被关了起来 走出公安局 田巢抬头看了夏天 灰蒙蒙的 一如他现在的心情 田会计 田会计 你等一下 田巢转过头 看住穿住一身 公安服的男子问道 还有什么是吗 年轻男子做了自我介绍 我叫孙少勇 跟赵康是好兄弟 现在天色已晚 你独自回去 也不安全 我送你吧 田巢虽然不怕 但他也想再碰到 这糟心事 孙公安 我现在要去爱华姐家 爱华姐是谁 你知道吧 就是赵公安的对象 孙少勇笑着道 赵哥都不知道 跟我们炫耀了多少回了 我们局里 就没人不知道他猜测 田巢是要去李家告状 也好 有人撑腰这样的无赖 也不敢再骚扰他了 他现在倒是希望田巢 能跟赵康的战友处对象 这样以后也不敢再有不三不四的人 打他主意了 将田巢送到县尾家属楼下面 孙少勇就回去了 上楼时正好碰到李母跟李爱华 李母看到田巢非常意外 小巢 你怎么现在过来了 李爱华脸色微变 问道 小巢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这楼梯旁边还有好几户人家 说个话都能听见 田巢笑着说道 没什么事 就是过来看望下 叔叔跟阿姨李爱华一听这话 就拉着他的手上楼 两人认识这么久 还能不知道他的性子 没什么要紧事 绝不可能现在过来 李父正在吃饭 看到母女两人回来 以为是落东西 不过等看到后头的田巢 就知道有事了 等李爱华降门关好 田巢就将刚才的事 详详细细地说了 包括恐吓的那些话 李父一巴掌拍在餐桌上 真的是无法无天 小巢 你放心 我这就打电话去公安局 这种败类一定要严惩不待 田巢这次过来 不仅仅是寻求帮助 还有一个怀疑 叔叔 阿姨 我在纺织厂也半年多了 从没跟这个人打过交道 现在我出书的消息一传出来 他就要跟我处对象 不同意还在半路拦我 并且大言不惭说 不同意就让我在纺织厂 待不下去 叔叔 我怀疑他是受人指使 但凡他性情软一些 没有将预播 送去公安 明日这无赖肯定会在厂里 说自己答应跟他处对象了 传开了 就算否认也与民生有损 而被这样的无赖纠缠 心里承受能力差的天天做噩梦 哪还能好好工作跟写书 到时候再揪他的错 他也无法在纺织厂干下去了 由此可见 幕后之人心思之恶毒 李富神色变得凝重 说道 你放心 这次的事我一定会查清楚之前 田韶说的那件事 他也让人去查了 可惜时间过去那么久 没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现在这人若真是被人指使 抽丝剥茧一定能找出幕后主使 第二百五十二章田韶被抓 第二天上午田韶正在做报表 和国庆进来将他叫进办公室 小田 听说淤波对你耍流氓 你将他送去公安了 田韶看他神色心头 一辰 是 他昨日在我回家的路上拦着我 逼我跟他处对象 我不同意他就动手动脚 旁边两个大哥看不过眼按住他 他还说我是他对象两人闹着玩的 这也太不像话了 想着刚才徐厂长跟他希望这件事 能在厂里解决 和国庆顿绝头疼 纠结了下 他还是违心地说道 小田 淤波毕竟是厂里的员工 事情闹大了 对厂里影响不好 田韶一听就知道 肯定是徐厂长让他来作说 客帝和科长 这是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以后谁都能来踩我两脚 对了科长 淤波昨日还恐吓我说 我送他去公安局 也别想再纺制厂呆了 我倒要看看 我不妥协 厂里会不会真的开除我 和科长听到这话 酝酿的那些话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田韶冷笑道 若常理真无缘无故开除我 我就告到县尾 县尾不行去屈尾 还不行 我就写篇文章 到省报社去反映 我就不信 还没往返了 当他软柿子捏 他会让这些人 崩掉牙齿 何国庆没再劝了 再劝就是助纣威虐了 他说道 小田 玉波的娘蛮横不讲理 你将玉波送去公安局 还不松口 他肯定会找你闹 今日就放你一天假 你回家将这事告诉你爹娘 可以的话 这段时间 让你妈来县城陪你 田勺摇头说道 不用 我的事自己能解决 科长 谢谢你大领导 要求他做通自己工作 可何国庆 不仅没听 还提醒他 真的很难得 不得不说 现在的人 道德标准还是很高 如何国庆 所预料的那般 玉波的母亲 见田勺不松口 咬定玉波就是耍流氓 当日下午 他跑到财务室 二话不说 就要对田勺动手 田勺正一枪怒气 撞枪口上 哪还会手软 打得他躺在地上哀嚎 下手之狠 让办公室的三个人侧目 赵小柔听说 田勺打过黄心 可黄心比较娇小 玉母却是五大三粗 又满身横肉 凶悍的不行 现在被田勺打得 没有还手之力 这姑娘怕是练过了 何国庆看住玉母 在地上打滚哀嚎 心道莫怪不用叫爹娘来了 连这样的泼妇 都在她手中 跑不到半分好 哪还用爹娘出面啊 玉母很快被送去医院了 围观的人也很快散去 刘婉儿好奇地问道 田快记 我看你刚才动作迅速敏捷 你练过的 田勺看住她 反问道 练过什么 刘婉儿笑着道 练过功夫啊 刚才看你动作迅速敏捷 肯定是练过的 没练过的 打架也都是撕咬抓头发这种 田快记 是谁教你武功的 你还挺懂的 刘婉儿神色一顿 然后笑着道 我树爷是练家子 自小教我大哥他们武功 也是因为有底子 所以我大哥跟二哥参军以后 很受其重 田勺了一声 说道 没练过 不过我小时候经常被村里人欺负 总被打得鼻青脸肿 我大就看不过教了我几招 不复杂 不过学了以后打架时 我再没吃过亏 对这话刘婉儿显然不幸 不过也识趣 没再问 李爱华去外头办事了 回来得了消息 赶紧跑过来问道 小勺 小勺 你有没有受伤 田勺摇头说道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 她猜测于母 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事没那么快结束 她现在只希望 李福的动作能快点 找着证据将徐丽娜 这个幕后主使揪出来 李爱华心没那么大 她说道 小勺 以后你回去别再一个人了 太危险了 半路懒人这种 下作的事都做得出来 她现在是真的不放心田勺了 田勺这次没有拒绝 只是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 田大林跟李桂花两人 找到厂里来了 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听到有人对她图谋不轨 赶紧过来探望 李桂花埋怨道 早就跟你说了 不要搬到外头去 你就是不听 现在好了 差点出事 田勺都无语了 早八百年前的事 还在念叨也不嫌累 田大林问道 大鸭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人为什么会突然纠缠你 田勺只说了 玉博士破皮无赖 看她长得漂亮 又能干 就想纠缠她 坏她名声 并没说幕后有人算计她 让他们知道 除了担心 也没其他用处 你现在将那人送公安局去了 她家里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大鸭 让你娘留在县城陪你 田勺可不想听 李桂花一天到晚念叨个不停 说道 不用 这马上就要春更了 娘也要下地干活 还有家里的一堆事 也离不开她 你们放心 在这件事解决之前 爱华姐会每天陪我一起上下班 李桂花忍不住说道 大鸭 要不搬回常理宿舍吧 坐在职工宿舍内安全 田勺没同意 搬回宿舍 她还怎么写书 娘 我不会搬回职工宿舍的 干什么都不方便 好了 我还有一堆事要处理 你们赶紧回去吧 田大鸣拍板道 不能总麻人家里干事 大鸭 这样 我让二鸭来陪你 正好你要上班 也没时间熬药 就让她帮你熬药干活 这提议还是被田勺拒绝了 二鸭打呼震天响 她过来陪自己 那自得别想睡了 田勺者返回办公室上班 上午风平浪静的 下去三点左右 来了三个男人 其中卫手的人走到办公室 冷着脸问道 谁是田勺 看住两人手上带着的 办公室内除了赵小柔外 其他人脸都白了 田勺看到这些人 过了一会 才反应过来 这些是什么人 听说 落在这些人手中 不死也得脱层皮 卫手见没人应他 声音更冷了 谁是田勺 刘婉儿怕被连累 指着田勺颤声道 他 他就是田勺卫手的人手 一招说道 带走跟在他身后的 两个男子得了命令 立即将田勺制住 田勺也不敢反抗 事情不明朗之前 可不敢轻举妄动 我出现了 可不得了 尽力用